今天接了个大单子 十几万的大单子 其实没有 只是帮朋友帮帮忙 我朋友呢 他现在回不到西安 然后他家离我家很近 然后他们小区里正在卖车位 然后他们回不来 看那个图纸 你又不知道具体车位在什么地方 车位的情况也看不清楚 所以他就委托我过来 去他们车库 看一下他们的车位的情况 帮他选一个 然后呢 这十几万他自己偷 这是他们小区 环境虽然没有我们小区好 但也不错 先来他家里转一转 这家有点小呀 你嫌这有点小 你买个琴吗 确实现在这个价格 确实买不起 经过朋友允许拍的 朋友们 经过人家允许了 他装的差不多了 快好了 就剩家具一进 他就可以入住了 对啊 这个已经完了 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做的 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颜色挺好看 那种灰色 灯也没装 这是个刺卧 这个卧室有点小 这个刺卧吗 嗯 确实不太好看 确实不太好看 哈哈哈哈 刺卧就没有好看 嗯 用当中的就好看 这边是厨房 是厨房 Council 而且ी 还可以 竹炮比綠包好一点 不是 还可以 物质 就是这边 在这边洗 然后就看 厨房呢 厨房 ope 为什么不知道 这是厨房的一个展示柜 小酒柜 好小啊 厨房打 厨房是个矮烙行的 厨房打得很 洗菜 切菜 做饭 然后冰箱在脚那 对冰箱在这放 然后还有个生活小样子 洗衣机就进来了 洗衣机往这一装 超好 一进门这个鞋罐还不错啊 我比较喜欢它这个颜色 就是看起来就很沉稳 然后看起来又很结实 这个颜色我看 给它打开 不成人家就开着人家亮着 我给人家观赏 好好好办成事 这一道地下车户 现在有一个这么大的自行车魁 我给人家看起来 哎呀 他的要求是给他找一个近的 离他家近的 然后还有稍微大一点的 车位差不多 大小都差不多 就是要找一个近的 他不是给你发了个单子吗 你对着那个单子的编号 你自己看 我估计这些都买了 他跟我说的时候就说这些 对 只要是两边的全没了 没有盘嘛 我才能一边去卖的 你要清水181没卖 181没卖 181没卖 看见没 181没卖这个就可以啊 这个的好处在哪 它柱子在左边 你停车的时候 你停车的时候 你永远是 驾驶过程肯定是有的 你往这一停自己开车盘 从那下车 如果是个脚车的话 车车一下 不会挡车门 有点挡 你先把这个备选吧 对 181备选 然后看看这边 电梯就在这 他们直接下来 就在这这一块 162 162卖了没 没卖 没卖吗 我看看 162没卖 164 165 还开心的说人家 那个车位那么好 没有卖掉 结果说我们搞错了 我们这是人家 4号楼的车位 我们看那个单子是 5号楼没有卖的车位 所以错的 同来吧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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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了半天 尴尬 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些 全卖掉了 他这太难选了 他应该是买10 对 看着这空的挺多 但是人家都买了 这块肯定不行 他说的4号5号都可以 这是他的楼 他在4号楼 这是5号楼 他应该说的是中间这一串 你要是选到这儿 是有5号楼的 你选到外面 没4号楼太难了 但中间这一片都差不多都买了 没有多大意义了 这一片确实是没卖 没这么卖 嗯 白色的还很多 但这哪都不挨啊 我还兴致勃勃地过来选车位 我还想到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的十几万怎么花 我想多了 所有的三个的车位 靠楼的都没了 然后离得稍微远一点的 剩中间 然后这两个车位的 就几乎就没有了 两个车位并到一块全卖掉了 再远的往路已经远到100多米外 我朋友让我给他定成三个车位 暂定三个 往那中间也够 那中间也够 还有那边中间也够 这算是比较近的吧 因为楼就在这 对啊 好了 交差